记者陈冠的彰化报道 有名的彰化飓风 葡萄冬果终于上市了 可是受到今年10月 这雨气候与暖冬影响 葡萄结果不如与其顺利 部分产区葡萄树 甚至离患枯腐并于丸腐并 葡萄萎缩如葡萄干 农民看了都傻眼 初步统计今年冬果产量减少近三成 对此有农民质疑 近来空气恶化 雨水残留重金属孔也是造成葡萄生病的原因 彰化县大村墙是巨峰葡萄主要产地 种植面积约500公顷 每两颗葡萄就有一粒产次彰化 其中大村露天葡萄产需一年能有两次收成 但近年冬果成长期间 容易遇到台风寒流等极端气候造成严重农损 近来多数农民选择秋冬时 让果树修养生息 避免损失 葡萄农赖长瑞表示 种植冬果多年虽有影响 但今年仍持续种植了两分地 可是今年入秋后仍持续30多度高温 10月份秋台共半效应带来好大雨 雨事后高温在袭 造成有园区近13000串葡萄感染 枯腐病与丸腐病 近日收成拆开后才发现原本应是玉露般的葡萄 却变成干瘪的葡萄干 赖长瑞说 从爸爸那一代其种葡萄至今50年 第一次发现这样的状况 怀疑是今年空气污染严重 导致含有巡浮为例 重金属等有毒物质溶解成的酸域 临到葡萄蜘蛛和土壤 让为其套袋的诱惑影响生长 大村香农 汇总干事廖瑞话说 巨峰葡萄冬果人有约100公顷的规模 这次受病害减产 估计约达三成 因产量减少 估计今年价格会好一些 台中区农业改良厂对此指出 近期将前往赖庆果农果园了解天间栽培管理与植物病害情况 并进行受损果树 果实采样检测 确认损伤原因是否为病害引起 若是酸域引起的化学伤害 则需要再由其他学术机关进行研究评估才能厘清 三四季 六凰